以下節目含粗言為語 只適合成年人收看 18歲以下人士 請在家長陪同下收看 敬請留意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批准降低伏必泰疫苗 接種年齡下限至12歲 食衛局局長經參考顧問專家委員會的意見 並考慮到新冠病毒對公眾健康構成的威脅後 認為降低伏必泰疫苗接種年齡的效益大於風險 不但可以保護青少年免受新冠病毒感染 亦有助他們盡早回復正常的校園和日常生活 有關為12至15歲青少年接種伏必泰疫苗的安排 將會在下星期初公佈 好 玩到記不記得我們小時候 我不知道你可能小過你一大節 我問問Jordan 記不記得我們小時候打卡戒苗嗎 卡戒苗有些白衣姑娘 上門上學校跟我們排隊 打卡戒苗嗎 你記得這件事嗎 很小時候但很朦朧 我印象深刻不太深刻 我可以昨天這樣笑 你可能年紀大一點 所以你可能印象深刻 你記得打卡戒苗後 他有一個膠套 像沙子一樣 跟著他就掩蓋著這裡 然後用膠紙貼著 是嗎 這樣你也記得 我完全沒有印象 完全沒有這樣的印象 你知道為何要這樣嗎 因為他怕你那些印象 跟著他就掩蓋了 你明白嗎 所以他有這樣的溝通 小朋友 對 小朋友那時候掩蓋著 那證明你年紀大了 我們年紀大了 不會這樣做 是嗎 幸好我也挺忍受的 我卡戒苗的打卡戒苗 後來就是嵌籠 嵌籠之後就結了家 甦掉了 就掩蓋了一個很輕的印 有些人打完卡戒苗 可能是掩蓋還是怎樣 你老母子那塊錢 整個五元那麼大 反正有些人 生得很難看 現在呢 怎樣為學童去接種疫苗呢 甚至有人就說 不如你去學校打針吧 有些校長就說 我不能方便 我家學校 屁股這麼小的地方 怎樣搞這件事 這樣的情況 最重要的一個關鍵的問題 其實我看到這件事 首先第一個問題就是 現在你又不能通報 有哪些人 除非是直接中了這個針 即場死亡 只要你以後 我才會公佈這個數據出來 你打完針 那三十分鐘之後 你吃完午餐回家之後 才死亡都沒有關係 那就賴過午餐吧 那就賴過午餐吧 賴過午餐 或者走路的時候 天氣太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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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死為一分餐 可能會打到眼球 但問題就是 屌你老闆 如果真的有這些學童 接種疫苗 死亡 你又不能通報 那你對家長是很不公平 對小孩子也不公平 這個很嚴重 現在你說得對 因為上個星期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說過 我忘記了 就有一個22歲的西醫 是 很奇怪 是節目之後發生的 大家都記得 即是說 逢親打科興 他們就不說 這個他們說 因為這個打復必泰 這個西醫的個案子 是很特別的 因為他只有22歲 醫生也醒目 他是醫學生 醫科生 22歲 都有見識 年輕 打了復必泰 面癱 中風 入ICU 22歲也中風 22歲而已 很年輕 問題現在在這裏 你現在說得對 剛剛上個星期 這位仁兄 剛剛那一兩天 政府就說 我們以後 因為我們都說過 上個星期 就是因為袁國勇這位專家之中的專家 就說 哎呀 經常說 打完科興 打完疫苗就會死人 讓大眾有一個錯誤的觀解 是 我們無謂令大眾 只見樹木 不見樹藍 是吧 不如就不公佈 如果沒有直接關係 就不說了 不是袁國勇說 那個叫曾浩輝說的 是 曾浩輝說的 那袁國勇就說 不是 曾浩輝說 只見樹木不見樹藍 袁國勇就說 說那些死亡數字 就令到大家 你明白嗎 有一個錯覺 沒錯 好了 現在他簡直就不說死亡數字 就是所謂有關的 另外一個問題是 現在政府就開始焗針 大家知道 李嘉誠是不是送二千萬 先別說過一些 首先 首先說到公務員 是 大學 教職員 或者是 現在來到中小學的 彭同學 中學 現在十多十二歲 是吧 這是很嚴重的 為甚麼呢 你們都看到 今天剛剛有公佈 李嘉誠剛才說 你剛才說 是在焗針 幫忙 這個世界 廣東人有個說話 懂得廣東話的人 一定會知道 那句話是甚麼呢 廣東話 那句話是甚麼 做的老婆 一見發財 一見發財 哪有這麼大隻夾蠟 隨街跳 你們兩個傻子 你不用說是廣東人 這個世界 哪有這麼大隻夾蠟 隨街跳 打針這麼好處的東西 竟然會有錢收 又說免費 政府現在又說免費 李嘉誠好像說 你拿到那些錢 可以去八街衛康買東西 八街屈臣市買東西 又可以用來買樓 其下所有公司 總之 好了 又抽獎 一千元都是你給律師費 新鴻基 五千元 一千元 政府現在免費 有五百元的本地遊 免費 打針又可以去 你想想這個世界 哪有正所謂 中國人廣東話 有句話 哪有這麼大隻夾蠟 隨街跳 這名叫 There's no free lunch 也可以這樣說 加上主要是甚麼 你現在是小朋友 這個問題是很嚴重的 你剛才說 十多歲 我們在節目裡也說過 你不要十多歲 現在二十二歲 這位醫科生 一個男生 我先假設他的男生 如果這個二十二歲 醫科生 他現在在ICU 我假設他好回來 中風那件事沒事 只是臉痰 那就不要緊 馮馮馮醫生 馮馮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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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左手 練左手寫字 怎麼做醫生 左手打J 真的 我想問問Steven 一個問題 我們在節目裡 也分析過很多次 中國武漢肺炎 其實對年輕人的影響 比成年人少 對年輕人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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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也有說過這個問題 死亡率是極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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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復100%正常的影響 對年輕人的影響 今天開始我聽新聞說話 商台其實很奇怪 商台好像想吵政府 但其實經常是幫政府 你怎麼說好話 他們就訪問了一些所謂的 政府承認的專業醫生 經常說 你們這些傻子 其實是一個錯誤的觀念 其實年輕人中武漢肺炎 機會率也很高 而且年輕人沒有以為 種完武漢肺炎之後 沒有後遺症 也很大件事 年輕人也要 不要打武漢肺炎的疫苗 不然就大人獲 簡單來說 就是這樣的訊息 換句話說 我們剛才所說的 坊間以為 年輕人中武漢肺炎的機會 比較少 而且中了也不會出事 根本就是無論 你怎麼看這件事 怎麼根本是無論 第一件事就是 就算在英美的國家 歐美的國家 他們疫情很嚴重 他們都沒有叫小朋友去打 是的 我們的契仔和契女還沒有打 也沒有叫小朋友去打 是的 這個所謂的12歲的低階 是上個星期 是最近這七天 才是新加出來的 所以你那些所謂的官 一低階這個年齡限 你就出來說這些虛話 你不要當我們傻 之前一直都說沒事的 那時候英國政府說 我們學校都不用禁 學校都不用封 因為學生是沒事的 學生是可以自己交叉感染 不會影響到他們 我想再說 我每個星期都會說這件事 都會問這件事 就是 你知不知道現在 醫院系統裡面 有多少個武漢肺炎的病人 住在醫院系統裡面 他們上次說過 今次有新更新的 我想有8多人 佐敦有興趣猜測嗎 沒有 我不清楚 OK 本來有27人 這麼少 多了7個 因為他有一個不知什麼變種 染了整個病人 全部都會去醫院 34個人 其中一個是Critical Condition 即是履台 34個人 假設這群小朋友 不打針 染了很多 我也覺得 都不會拉倒這個系統 永遠都是 不 很簡單 我們舉一個例子 最近那17歲的小妹 記不記得 最近這幾個星期 在不斷吹那些叫Variant 就是變種 第三節會說 變種 好了 那17歲的小妹 很明顯 你知道 你看到她那天 走了去19個地方 三晚過我 一天去了19個地方 你想想 如果一個小妹17歲 如果她感染了一個病 稍為不舒服 明知道現在沒有肺 她也走了去看醫生 她怎麼可能 她是不說的 現在你看看那些記者會 每一天 陳肇始那些 她是不說的 實情這個小妹 是不是有感染 根本沒有病徵 她也沒有說 大家用一些常識 但又沒有人問 沒有人問 沒有人問 又沒有記者問 又沒有醫療的人員 你現在留意一下 你看看全線醫生護士 沒有的 你剛才說的 Cython剛才說的數字 34個 沒錯 香港 還有一件事 上個星期 誰也有說過 到了今時今日 已經一個星期 一個月零七日 即是三十八 三十七、三十八 我現在忘記了 是沒有人死過的 是 你要記住 過去這一個月 特區政府不斷在吹 現在這些新的變種 又發到來了 有時又說 印度變種 有時是英國變種 有時現在又是廣州 又說 總之來到 很嚴重 你們快點打針 不然就糟糕了 為何沒有人死 不是 我們不知道有沒有人死 因為現在不說 不是 他打了針 沒有人死 現在無廢沒有人死 是 是不是 無廢沒有人死 你說到那些變種那麼厲害 喂 沒有人死 還有我也很質疑一個問題 還有入院的人都沒有 最慘 三十四個 真的 車禍的人數都比他多 其實你們兩位 有沒有一個數據 了解到 在海外裏面 整體整個國家 即世界 年多輕的人 還沒有肺炎 感染率有多高 我可以講講 我先講講 剛才Steven的問題 你知不知道 過去一個月 在香港感染沒有肺炎的人 是不止六十個人 差不多每一天 平均有兩個人 但是Steven說的 現在其實住在醫院只有三十四個 其實應該有二十七個 多了七個 我明白 你明白了 應該是二十七個 我明白 大家都明白 總之不斷有人感染 確診的人有六十個 住院的一半 那三十個做什麼 是不是死了 不是 我們看到不是 沒有死 他是不用住醫院 不用住醫院的意思是怎樣 他是不想住醫院 大家明白了 甚至說他是確診 但是其實 我們在節目中說 確診 但是什麼都沒有 我先講講小朋友的問題 我們現在講英 美 加拿大 我記得加拿大 其實大家是相同的 大部分十二歲以下 是不需要 為什麼呢 因為 醫生都說 他們幾乎是不會感染 感染了 他們幾乎的康復率是百分之一百的 我今年 我記得我看過 在上年整年 加拿大他們有做過一個調查 不知道死在武肺的小朋友 不知道十二歲以下 死在武肺 不知道六個還是八個 就是說你平時 雙風感冒都會死人 死得比武肺更多 即是同一個年齡群 那你需不需要怕武肺呢 就說完了 我想說一句說話 為什麼一直在西方國家 一直都說小朋友不要打 第一件事就是不怕 不夠數據 但是最重要其實是這樣 就是要保護的人 假設真的要保護 我們退一百萬步說 武肺是危險的 有觀眾說 馬來西亞死了很多人 你知不知道 我退一百萬步 真的武肺是很危險的 生化戰爭 要保護的是六十歲以上的人 因為死亡率很高 假設我們可以再爭論 有些可能是 病毒不是病毒 但不要爭論 我們當他很危險 生化危機 你留一些疫苗 給老人家打 其實高危 全世界死的都是六十歲 我們大家都知道 所以那件事 在我眼中 在外國政府 不會推動那些小朋友去打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你留一些疫苗 給那些有需要的人先 同樣道理 其實香港 如果香港 那些人不怕的 那些老人家自己不打 那些小孩就驗了 驗了他的話 他就知道自己驗了 都不會有 令到自己有很大的傷害 就算現在老人家 都不怕了 那就是一個自由 一個選擇 很簡單 我都說香港 你真的猜不到 香港老人院的注射率 老人院 你知道的 老人院 政府當然叫那些 老人家打 叫那些老人家打 你猜一下香港的老人院 打了多少個百分比 老人家 老人院的 你猜一下 應該很少 10個百分比 3個百分比 3個百分比 到現在 打了3個百分比 老人家都不能賣氣帳 不是 你可以這樣說 你可以說老人家都不賣氣帳 也可能是什麼 剛才 Steven說的問題 另外兩個考慮 有可能性就是 他都不覺得我情願而冒肺 另外就是 我這麼大年紀 我不知道打了會不會有副作用 我真的認識一個朋友 真的 千真萬確 78歲 他說他怕武肺 跑去打針 然後沒多久死了 OK 這是我朋友的朋友 即是我朋友的同學 真的 他一直勸他 因為我朋友和大家也有聊天 相信我說的話 他就叫他的同學不要去打針 他的同學說他怕死 78歲 真的死了 其實問題衍生一個點 如果現在事在必行 要幫所有的學生打針 其實我覺得是沒有必要的 第一 我們已經進入了這個考試季節 第一 因為你已經考完試就放暑假了 你不會再全部 那麼多小朋友在學校裡 他不會跟你思考 在我理據上 你是沒有站不住腳 我明白 如果我現在是一月或者二月 還有半個學期 或者九月 九月 剛剛開學 我覺得你還有一個站在這裡 打了就開學了 開學了 我們這樣好像放暑假了 爸爸媽媽會幫他們 照顧他們的社交距離 放暑假他也有放暑假的藉口 好了 好了 好像你這樣說 用你口頭閃 退一萬步來講 OK 真的打了 為甚麼你不用我那句 你錯 為甚麼你不用我那句 哪有那麼大隻腳 如果真的死掉了小朋友的時候 你政府的應對是怎樣 很嚴重 你們是沒有想過的 你們是沒有想過的 你說得對 我絕對就是想說這件事 稍為有些常識的官員 就會知道 這是一個 除非你可以完全控制香港的言論自由 如果不是 如果你十二歲的時候 你想想打死一個人 在香港很嚴重 我現在有個小朋友 因為現在香港大部分的小朋友 都是一鞋子 其實跟大陸一樣 大陸死掉了可以按得住 沒有人知道 香港不是的 如果我十一歲的小朋友 現在走去打 有甚麼事的時候 你怎樣按住 你現在其實很嚴重 你這班官員也好 你這班所謂的專家 張建宗 你這傢伙 我最好是你的孫子去打 你這傢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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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要做這件事多些 你想想多恐怖 這件事 想想 真是 小朋友打完 面癱也好 或者副作用也好 中風也好 真是死掉了一兩年的小朋友 這是香港的未來 你們唯瘋要鼓針 唯瘋要否符合藥廠的龐大的利益 有一張圖很恐怖 我們給你看看二醫 我怕太蒙看不到 簡單來說 看到很清楚 這些收入 賺多少錢 我們已經在節目中說過很多錢 這是一盤生意 不是一盤普通的生意 是很大的生意 是一盤千億計的生意 你看看強生 疫苗的收入 如果他現在說 吹菊在這裡說 輝瑞已經說了 神禁早就說 九月可能要補一劑 第三劑 然後又神禁早在吹風說 以後每年都要打 你想想 數以百億計 這幾隻不包括大陸的科興 還有EF EF有大陸的收入 你看看國藥科興 數以百億計 他預計未來五年 因為要打疫苗 賺回來的錢 因為有很多一帶一路 第三世界國家 他會光顧他們 例如尼泊爾也說 我們也會要 你想想 數以千億計 你想想 你們聽到的主流媒體 那些報紙 新聞 其實很多都是被這些 買通了 說得不好聽 他們說 打疫苗一定有好處 沒有吃虧 不會有吃虧 全部都是做這些 好 先回答 我想補充一下 剛才郭宇說的 他們完全沒有計劃過兒童的 假設有很多人 因為打完疫苗之後 出現了一些問題 小孩子 小孩子的護理 和大人的護理不同 他有沒有計劃過 有些兒童醫院 要處理這些人 既然我自己不怕武肺 我覺得我們三個應該都不怕 染了 那就病幾天 其實我們已經中了 可能 不知道 總之病幾天 但是小孩子不同 如果打完疫苗之後 那個副作用是很大的時候 有沒有這樣的資源 現在就34個住在醫院 還有7個是硬冤他 將來如果有一百個小孩子 因為有這麼多小孩子 要打 是出事的時候 你有沒有足夠的資源 去支援這件事 這個絕對不是一個 所謂耸人聽聞的事實 嚇人聽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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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嚇人聽聞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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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題是什麼 大家要記住 政府也有公佈到 譬如我忘記了 在上一個星期 公佈了 在94天裡 有80人過世 另外就是 在6天裡 有12個人死亡 6天裡有12個人 包括科興和復必泰 你想想 6天12個人死亡 我無論他有沒有關係 平均一天有兩個人有事 現在說是成年人 你想想 我當小孩子也是 每天打了 有兩個小朋友有事 你想想 很嚴重 成年人 可能 我剛才說 你78歲死了 沒事吧 那頭很近 或者有些公司 有位朋友 有位觀眾 都問我 他老闆六十多歲 打了 你也要打了 因為現在政府 被打針 如果員工有興趣 我叫護士姐姐來 我們公司 幫你們打 我說 你老闆那頭很近 你三十多歲 你打針 你隨時蠻糊 問題就是這裡 剛才施文說的 如果小朋友打 他一天也是兩個 或者四個 雙倍 你怎麼辦 你現在的問題就是 你看看 中武肺的人 每天平均入院 或者住院的數目 竟然是低於 打完針出事的人的數目 你看到的 那些報紙一報道 也是的 過去這六個天 12個進了醫院 有四個留醫 有八個出來的 就是那些 這個又必須要補充 就是 我今天下午吃飯的時候 有個侍應 經常見到 他打了兩針 復必泰 他說打完第二針之後 那位女士 就睡了一天床 因為發高燒 整身好像中了感冒 一個很嚴重的感冒 我對你這種做法 因為我接觸過幾個朋友 但是我想說 都是類似的 當你一個家長 看到小朋友 有這樣的症狀的時候 你不會留在床上 一定是 我真的不去到死那麼嚴重 我明白 你看到他在處理 你覺得他在處理 你就要送去醫院 你夠不夠足夠的資源 讓這麼多小孩子 發高燒去處理他們 點堂點脊 睡不睡到 還有小孩子 我覺得這個比較實際 他們說不會死 沒有症狀狀 一輩子都咬不完 但是他們會發燒 大家不能咬了吧 還有一件事 因為小朋友的免疫系統 是比較強的 所以他打了這些疫苗 進入他的身體裡 他發高燒的機率更多 或者燒得更厲害 還有他們的Metabolism 很多人燒得更厲害 所以反應 反應 會比成年人更強 你們剛才說得對 我也有很多朋友 打了 他們有這些發燒的情況 有些是需要進入醫院 簡直是入急証室 有些就是 好像你說的 自己在家睡了一整晚 但那些是因為 他是成年人 他自己懂得判斷 但當你的小朋友 十一二歲 或者十八歲 你不要說 現在十八歲以下 很多都是 父母都當他如主如捕 他是會第一時間 就推了他 無論是公立醫院也好 私家醫院也好 他第一時間就先推了他 好了 你剛才說的 就是我們假設他 燒兩天 好了 可以出院了 OK 你有沒有那麼多床位 在公立醫院給他 還有小朋友 會進入兒童病房 是的 兒童病房resources更加少 很少 如果十二歲打下 那些小學生 七、八歲、六、七歲 那些 你又要給他床 找人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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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還有一件事 假設是最輕行 如果這些小朋友打了 就像我們剛才說 因為他的反應比成年人大 他可能除了發燒之外 有其他的副作用 例如中風 類似中風的東西 心臟病 這些其他東西 一些隱性的疾病 因為我跟一個中醫說 一個很有經驗的中醫 早幾天吃飯 就經過這個問題 他最近接到很多這些個案 打完針的個案 有些人 老人家 就不想去西醫 因為西醫也沒事 他說你不舒服 他說他發覺很多打完針的人 有些叫隱性的疾病 譬如你平時沒有的 他會將你身體裡面的東西 擴大了 譬如你有一點點 血管有一點塞 他就會令你的血管 在那個時刻爆發 另外還有一個個案 很特別的 他說有一個病人 很多年前遇到車禍 譬如他的手在哪裡 曾經傷過 他說那個傷口 當時已經痊癒了 現在打完針後 那個傷口重新又爆發 好像重新痛回 這些就是重新把身體裡面的深層的隱患 就是這些疫苗 令他突顯出來 你長期亢奮 你的隱患 你的力夠不衰 金槍不倒 我呢 為什麼不用這麼小心呢 因為我記得有句廣東話 叫做沒有那麼大隻腳 我不會打針的 又是那句 你真的 我不會去打的 你不要當我傻 所以我還未見到 香港的家長 即是張建宗說要鼓針 打擊在學生仔那裡 暫時我還未見到家長出來 去捍衛自己小孩的權益 我很難擔心有一個問題 因為始終這個特區政府 用幾樣的政策 漁民 第一 不給你足夠透明度的資料 還有有一群的專家 就不停幫政府說好話 你知道嗎 就算我們說的話天下無敵 世界上的真理 香港人是最厲害的 你不肯是醫生 你不肯是律師 你說的話就沒有人相信你 你明白我的評論嗎 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很擔心 香港的這些市民 就是因為第一怕死 第二被政府嚇 第三 再不相信這些人的專家 給他們的小朋友 而打針 而沒有好用腦去分析這件事之後 這件事帶來的後果 也我很相信 小朋友在12歲以下的臨床 這些數量的數據 其實我覺得真的不會太多 他沒有 現在西方也沒有 西方也沒有 因為西方不會找12歲以下的人 拼命 人家小朋友在社會上 是最重要的資源 最寶貴的資源 I believe the children are the future Teaching well and let them lead the way Inject them and let them die on the bed Let them die away Anyway 這一節真是… 我希望公正一點 大家講到打完針會發育 這些是拗不了的 真的不知道 但是我們真的講一個很現實的 就是有副作用 副作用未必會到死那麼嚴重 但是會發燒 頭痛 骨痛 很辛苦 你的公共之餘有沒有能力去支持這件事 你先回答我 後面那幫人 還有大家知道 現在我們有的 例如你現在打了百萬疫苗 你看看香港 特區政府現在是隱瞞這些資料 沒錯 例如他們知道 打了之後 有多少人進醫院 有多少人死了 有多少人面癱 有多少人中風 他們知道 他們繼續要… 就是這些所謂的專家 他們不讓你知道那麼多 他們就可以敷你 你繼續要專家 還要小朋友去做這些 這些很可憐 後面這群人的子侄和子孫 你們先去打 很可憐 不這樣死 不理你老母 特區政府三司 十一局都很可憐 很多人都有子孫 I believe the children of the future 我們先停一停 在背後唱一首歌 稍後回來 稍後回來 看完這麼精彩的節目 希望大家可以踴躍支持我們的獨立網媒 讓我們有能力把知識和真相報道給大家 麻煩各位可以數一下以下的Payme 或者轉數一塊QR Code 幫我們繼續支持下去 多謝各位